2月16號 網友上傳的視頻說 北京市西城區的八大胡同全都封了 工人連夜加班封鎖所有的路口 顯示北京的疫情一直在加劇 網友2月13號貼出的文件顯示 位於武漢的中共海軍工程大學1月2號 就接到了武漢衛健委有關肺炎疫情的緊急通知 並下令封校 嚴控外來人員進入 而當時 武漢和全中國的民眾 還都相信中共所說的 不會人傳人 被蒙在鼓裡 2月16號 網友上傳了一段 當天下午在湖北省人民醫院 急診科拍攝到的視頻 畫面顯示 醫院病人仍然很多 有的還睡在走廊 而陪伴的家屬幾乎沒有防護 交叉感染的風險很大 上傳視頻的網友說 那裡全部是危重病人 中共用10天建成的火神山醫院 2月15號爆出兩莊醜聞 一是醫院屋頂嚴重漏水 病人被迫轉移 二是參與醫院建設的建築工人 有兩人被確診感染 據工人介紹 當時施工現場就有多人發燒咳嗽 1號區域交付後 2月4號開始收治新冠病人 但同時在2、3、4號區域 工人則還在施工